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现在的话就是一个好房的话会吸引多个报价 那么就是你想要这个房子的话 就是提供的报价的话是需要有吸引力的 那怎么样子写有竞争力的报价呢 是一个有技巧的 最近我也是就是有一个单子没有拿到 那我就是很谦卑的打电话去问那个经济去了 对方的卖方经济 他告诉我当时呢就是说价格相当的这个情况下 对方的另外一个经济呢有一个条款 就是一个term里面加了一个appraisal value galanteed的 那么卖家就觉得比较喜欢那个就是term 那个条款 就是说因为是贷款的嘛 就是贷款评估价值 这边是保证的 合同是怎么写的里面条款这个注明 小小的一个调整也会帮助你拿到的 第二个就是情争意切嘛 就是叫love letter 就是如果说特别是自己住的写一封信表 我看过你的房子 喜欢你这个房子的这些东西 希望你能考虑我们的报价 那么卖家就多个报价的时候呢 就是不仅是开价格了 就是最有诚信的 就是能够close能够过户的这个房子 你那封信的话也是会有帮助的 我们都有些成功的经验 就是当时面对的一个是现金 一个贷款的挑战 我的贷款的这个客户 老外客户呢 就写了love letter 成了 作为一个经纪 你觉得哪些事情可以帮助买家成功的完成过户呢 第一个的话就是massive follow up good communication 也就是说就是主动沟通 第二个的话叫weekly update 就是每一周告诉客户 主动的告诉客户到哪了 下部要做什么 第三点的话就是说 要学会在买家的角度 考虑问题 有些谈派 有些房子 就是说不同的买家 他有不同的一个顾虑和要求 认真的倾听 我们买家的真正的需求 做一个非常强有力的 就是参谋 跟那个谈派的那个 就是有价值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第三点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就是hold the hands with the buyer every step of the way 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说 过户之前的话 再去验一下房 最好有checklist 就是每一步的从里到外 谈派的这些就是要点 就是fixing 房子的物况 都是好的 最后一点呢就是说 escrow就是产权这边的话 文件的一个仔细阅览 确保你自己的名字 买家的名字 拼写是对的 你花的每一份钱的话 这个detail就是了解一下 嗯 那么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我们买家特别注意的呢 过户之前的话 要跟产权公司这边打电话 亲自打电话 核实那个汇款的那个账号 前几天的话也发生了一个就是 就是wire fraud的汇款诈骗 我是卖家经纪 那天早上准备过户的时候呢 对方的买家呢就是汇入了一个账户 尽管核实过还发生 节外生之了 最后呢就汇款的就是说 上号的一个准确性 自己一定要亲自打电话去核实 除此以外呢就是说 提早就是把水电煤气接通 这些是小小的细节 就帮助你这些电器的这个 就是使用还是能够正常 就记得一定要买保险 谢谢Nathy 你这些建议都是对买家来说 非常贴心的一些提示 相信会对很多买家有所帮助 感谢您收看本期陈宏谈房产 欢迎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打开订阅小铃铛 以及时收看最新视频 也欢迎点赞转发 帮助我们成长 如果您有任何房地产 买卖管理的需要和问题 请给Nancy打电话 702-596-2046 我们非常愿意为您提供服务 祝您实现梦想